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打下間諜氣球 美國民調顯示 中共美國5年內可能開戰 擊落間諜氣球後 美在南中國海軍演 沒開始時間 沒結束日期 中共突然宣布伊朗總統訪經 臺媒說 共一國際處境相似 回擊美加 中共稱 發現神秘飛行物 軍方下令擊落 怎奈網看穿 非常危險 中共在養小鬼 歡迎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2月12日星期天 亞洲時間星期一 請您訂閱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推動油管把這些真相視頻推薦給大家 打下間諜氣球 美民調顯示 中美5年內可能開戰 中共的許多作為最近引起西方社會警惕 拉斯穆森報告9日公布的最新民調顯示 48%的美國民眾將中共定位為敵國 並且認為中共可能在未來5年內與美國開戰 調查發現 有11%的受訪者將中共視為盟友 36%的受訪者認為中共介於敵友之間 66%的共和黨人將中共視為敵國 中間選民有46%認為中共是敵國 48%的受訪者認為 未來5年內中共可能和美國開戰 30%的人認為有點可能 18%的人認為非常可能 大多數共和黨人 58%認為至少有一定的可能性 27%的受訪者認為不太可能 11%的人認為根本不可能 調查發現 越年輕的世代越認為中共將和美國開戰 40歲以下的選民中有57%認為戰爭可能爆發 持相同看法的40到64歲的選民中有46% 65歲及以上的選民中有38% 這一調查 在2023年2月5日到7日在900名可能的美國選民中進行 誤差為3% 擊落間諜氣球後 美在南中國海舉行軍事演習 在中共間諜氣球被擊落後 美國和中共關係緊張之際 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正在南中國海舉行聯合演習 駐日本的第七艦隊週日說 美國海軍尼米茲號航母打擊群 和海軍陸戰隊第13遠征部隊一直在南海開展 綜合遠征打擊力量行動 第七艦隊說 這次涉及艦艇 地面部隊和飛機的演習 於本週六進行 但沒有詳細說明演習是何時開始的 也沒有說何時結束 第七艦隊是美國海軍最大的前沿部署艦隊 中共突然宣布伊朗總統訪金 臺灣媒體說 共一國際處境相似 在美加打下三個高空飛行器之後 中共外交部本週日突然發布簡單消息 因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 伊朗總統萊西將在2月14日到16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上述消息除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宣布等簡短字句外 沒有其他詳細內容 同遭西方國家圍堵的中共和伊朗 國際處境相似 關係密切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卡納尼上週說 德黑蘭正規劃總統訪問北京事宜 但這位發言人同樣沒有說明萊西訪問的目的和原因 僅說此舉是基於兩國之間現有的協議 2022年12月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曾前往伊朗會見萊西滅火 此前不久 習近平在沙烏地阿拉伯出席 中國 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峰會後 發表聯合聲明 指雙方支持阿聯與伊朗談判 和平解決波斯灣三島主權問題 引起伊朗強烈不滿 強調三島是伊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回擊美加 中共稱發現神秘飛行物 軍方下令擊落 怎奈網看穿 在加拿大週六宣布打下一個高空飛行器之後 週日 中共不僅宣布反美伊朗總統來訪 青島海洋發展局今天發出短信宣布 山東日照附近發現不明飛行物 有關部門正準備擊落 短信要求漁船保持警惕並避險 但沒有說明是什麼時候發現了飛行物 並要求如果碎片掉在你的船周圍 請幫忙拍照留證 如果條件允許 請幫助打撈它 消息傳出之後 許多網友推測 這或許是中共對這陣子在北美 出現的間諜氣球風波 硬是編出來的自導自演的戲碼 想在中國領空也抓到來路不明的高空氣球 模糊焦點 消息傳出不久 胡錫進在推特帖文寫下 今年可以說是不明飛行物之年 太神秘了 不過這則推文馬上被吐槽 奇怪的是 外星人在他們所有的部位都使用相同的中國文字 那是瘋狂的巧合 可能中國發現了自己的氣球並將其擊落 這樣當他們將氣球送往其他國家時 就不會有人懷疑 也許外星人來自中國星球 非常危險 中共在養小鬼 華聯電子創辦人曹星成在臉書發文 科威特的例子提醒我們 未來即使中共攻擊臺灣得逞 但必定觸怒美國和日本民意 因此會再度被美國和日本聯合收復 臺灣今天如果全民團結積極備戰 讓中共有所忌憚 就有機會免除戰爭 但如果民意膽怯未戰 反而會刺激中共冒險 結果一次戰爭難免之外 還要承受兩次戰爭的災難 他表示十幾年前 他曾經向郝伯村請教過兩岸情勢 郝伯村告訴他 兩岸局勢 美國起碼佔有五成以上的主導權 中共最多不會超過四成 臺灣自己的主導權則不到一成 因此 曹星成對有人認為不要變成美國棋子 意思是 要臺灣在美國和中共之間保持中立 甚至有人主張要把臺灣變成瑞士 成為永遠的中立國 他也不客氣地說 這種論調欠缺常識 而且非常危險 他也以歷史角度分析 表示歷史已經一再證明 臺灣由於海洋戰略位置重要 不可能實質中立 只能務實地選擇某一海上強權作為聯盟或依靠 因此 他認為 今天臺灣百姓最聰明的選擇 就是把美國視為關公 把日本視為媽祖 而與美日這兩尊臺灣的守護神團結合作 一起嚇阻中共冒險 如此則可以把中共可能犯臺的災害撿到最低 曹星成說 聽說臺灣民間有所謂養小鬼的傳聞 養鬼者動機卑鄙 利用小鬼以陰暗的手段為非作膽 中共在臺灣內部也養了許多小鬼 或做間諜 或搞分化 或吹捧中共 或挑撥臺美 臺日關係 現在炒作《臺灣是美國棋子》 就是希望降低臺灣民眾對美國的好感 進而減少臺灣與美國的合作 這是典型的挑撥離間和小鬼行為 文莫他強調 要求不做美國棋子 表面上好像是站在臺灣立場 爭取臺灣利益 實際上是叫你不要拜關公媽祖 而去做中共的小鬼 希望臺灣百姓要警覺 不可上當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中共無路可走 中共黨報這段話絕了 中國南區車看苗寨小姐姐 發現全市阿姨 警區回應 右翼氣球 美蒙大拿州暫時關閉領空 央視翻車 網報中國食品放售物標準 超日本福島16倍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我們也在主頻道社區發出副頻道的內容鏈接 請您訂閱 感謝您的贊助和支持 請點讚轉發和留言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